大家好,我是陳樂君 人民銀行上個星期五出招宣布雙降 即是分別減息0.25利 和調減存款準備金率0.5% 同時撤銷了存款利率的浮動上限 今次已經是人民銀行在今年第三次雙降 由分析師預期 銀行仍然有再減息和降準的空間 理由是內地經濟下行的壓力仍然持續 這次的降息降準主要是針對 目前大陸經濟新的最新的狀況 尤其是增長的下行壓力仍然在增加 同時通脹率都低於一期 經過今次相降 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下調到4.35利 而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就下調到1.5利 郭文斌預期 會有更多寬鬆政策在年尾前出台 通脹率仍將維持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同時經濟也面臨著一些下行的壓力 尤其是出口 仍然有比較大的不確定性 工業領域的投資和投資都在減弱 所以從這種意義上來講 我們覺得我們進一步的降息降準 還是可以期待的 尤其是在降準方面 我們覺得在未來在年底之前 應該還會有 比如說兩次的降準的舉措 而郭文斌也估計 今年第四季度的經濟數據 仍然是未回亂 CTI通脹可能會下行到1.5 1.5以下 但是可能GDP的增長 會基本穩定在7%左右 但是主要是CTI仍然會繼續放緩 對於銀行下次相降會是何時 郭文斌就認為要提經濟 會不會有下行壓力 以及通脹的水平 大家可以留意 內地的GDP和CPI數據做指標 今集的時間又夠了 下集再見 再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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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集再見